桌上擺滿祭祀好兄弟的貢品 農曆七月各地舉辦普渡法會 超渡好兄弟 而這一場中原普渡法會 特別針對三峽知名 玩水聖地大爆溪進行普渡 因為這一代溪水看似平緩 卻是充滿了險惡 遊客溪水卻成了水底亡魂 因此從民國97年起 三峽信仰中心清水主施工 到大爆溪座談 超渡水底亡魂 為民眾求平安 曾經有七年創下 溪水零利弊的紀錄 為亡靈安息 兩高鐵的漢事不再發生 當地插腳里里長林昆朗 以及三峽警分局插腳警友站 持續辦理鬼月的普渡法會 因為大爆溪座 在我以前還沒做離店的進行 就經常發生事情 一些人來遊客來這裡撤退 經常都在家裡發生事情 一年一年就發生 一些事大就更放心 說小孩跟大爆溪座 我們放心不可以在那裡撤退 希望說這個 每一年都可以繼續這樣辦 辦完之後 讓大家都安全 讓李銘要出門 要做什麼 大家都會扁扁 我們順順利利 舉辦法會的經費來源 除了插腳里里長林昆朗 製掏腰包之外 還有大阪跟渡假村 插腳站長徐景福 立委吳琴明等地方士生贊助 協辦中原普渡法會 希望透過超渡 隱魂等法事 化解水底亡靈的怨氣 別讓意外事故再發生 今天讓大家在這裡 生生生意 拚拜 新月 祈求平安 尤其我們大報紙 可以這樣平安 讓大家安全 這個安全最重要 我們也生生意拚拜 祈求我們台灣新北市 都可以平安順利 大家都可以順利 大報紙風景優美 吸水清澈 吸引很多人來到這裡玩水 但美景之下暗藏了殺機 這裡的溺水死亡率 高居全國之冠 更有全台最危險的奪命溪之稱 地方人士透過了普渡法會 超渡亡靈 願亡者安息 類似的溺水死亡案件 不要再發生 中家新聞林立五樓梵 三峽報導 中家新聞